台湾大小是要来关注到 今天的凌晨一点多 有民众发现在高雄古山的哨船街2号 附近海面上出现了浮尸 经过了港务警察打捞上岸之后 确认是在3月初落海失踪的一名外籍渔工 想请我们赶紧连线记者蔡玉山 好的 直播给观众 画面中可以看到 好几名海巡队员站在港边 气氛相当凝重 因为刚刚接获民众报案 在哨船街2号附近的海面上有浮尸 经过港务警察打捞上岸 通知船灯后确认是在3月初 落海失踪的菲律兵级迂工 顾名多久 殡葬业者也抵达现场 四人合力抬起死者大体 放上担架要处理后续事宜 据了解这名菲律兵级迂工 3月初在港区船上作业时 不小心坠海 当下并没有人发现 一阵子过后 船东才发现人失踪不见 但已经来不及了 鱼公被找到时 已经变成一具浮尸 来抬头生活却不幸 混沌异乡令人不神唏嘘 以上最新将时间镜头 交换棚内 四头牛在马路上头奔跑 这样离奇的场景 也发生在高雄的燕潮区 有流浪狗吓到了牛群 所以四头牛呢 是闯出了柵欄跑到马路上头 车主把行车记录器po网之后呢 有网友就笑说 是蓝宝奸尼吗 高档或四肢超跑集体 逆向行驶吗 四主后来呢 也是找了二十多位的乡亲帮忙 花了三个多小时 才把四头大牛找回来 但是呢 还是得吃上一张三百元的罚单 车上两个人异口同声 真的没看错 在路灯照应下 马路居然出现一群牛在奔跑 就在这时 一头黄牛朝着车头直奔过来 牛跑出来 快点 吓死人了 才真的被我们弄到 不知道在上香 开车遇到牛还真的不常见 在燕潮区凤东路段 四头牛在马路上奔跑 还有落单的跑到对象车道 因为天色昏暗 驾驶一度还会议不过来 居然在路上看到牛 外面大马路他会怕生人 叫了很多人 怕说那个大马路危险 真的很不好意思造成困难 四主说养了七头牛 在草地上吃草 结果有流量狗跑进来 四头大牛吓得往外跑 这样的景象也让网友笑说 是蓝宝坚尼 高档或四只 有超跑集体逆向行事 警方依据道路交通处罚条例 第84条 对四主自单举罚 可处罚新台币300元以上 是600元罚款 女四主后来找了 20多个乡亲帮忙 花了三个多小时 才把牛全部找回来 但也因为牛奔马路 这件事情得吃上 一张300元罚单 四主说还好没撞到车 否则事情就更大条了 记者蔡仲勋联志会 高雄报道 位于新北淡水全台最大的紫藤花园 紫藤咖啡园水园园区 昨天开放入园 一大早就涌进了人潮 有不少情侣和影纪念 还有很多网美也前来取景 那么园长种植紫藤树19年了 园区已经是有600株的紫藤树 如今花开了两成 三月底之前都可以看到漂亮的紫藤花 但是由于紫藤树照养不易 加上园区是连年亏损 只能卖树来补贴亏损 平均一棵紫藤树卖30万元 如果今年花期结束 仍然是亏损的话 可能就会是最后一年开放了 讲到这个开花绽放 全台唯一的物色英王也绽放了 绿白香间的樱花点缀 新竹的官物山庄 像是被白雪覆盖住 相当的唯美浪漫 而台中的福寿山千英元 同样也是美不生收 6000克的樱花树绽放 南投的山林溪 整排樱花树满开 倒映在水面上投 游客说根本不用去日本了 樱花朵朵开 绿白香间的色彩 点缀整个官物山庄 既为美又浪漫 白色物色影英王随风摆动 远看一片白 宛如覆盖上一层白白挨雪 为春季增添如梦似幻的气氛 非常开心 而且山上空气清新 非常舒服 这一棵是樱花王 所以它整个盛开的时候 那个感受更不一样 这边是完全不一样的颜色 非常非常漂亮 位于新竹官物山庄的 物色英为台湾原生种樱花 花瓣洁白 又别于一般常见的 粉红色系山樱花 也因为它树高约14公尺 树林将近百年 也因此被称之为物色英王 台湾唯一 又是最大颗的物色英 它大的 差不多要两个成年来报 同样每一部山收的 还有台中福寿山农场的前英园 超过6000颗的樱花树 盛大绽放 游客在樱花雨下 某拍照超有未出国feu 我还要出去 刚好 你真的很美 以后都不用去日本赏樱花 就直接来福寿山赏 真的很棒 不让福寿山转美于前 南投山灵溪的樱花 也争起斗艳 连排的樱花树 倒映在水中美得像浮化 让人舍不得将目光移开 春季游客纷纷出门踏青 把握最后的花旗来赏樱 记者和蒙前召 配与新竹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出